第一場動作戲 可能電視看只是一分多鐘 這晚我在澳門這個山坡 我直擊了拍了一整晚 以及每位演員都做了很多很多次 因為我們有不同不同的角度 我們直擊採訪一下他們拍攝時的情況 不要拍攝 起床了 哇 很殘忍啊 看到我一壓汗 怎麼樣 辛苦嗎 你是受害時 原來是很辛苦的 做武師 打個關斗也很累 剛才打了多少個關斗? 沒有計過 但打半個也很辛苦 代龍哥說代龍哥都出汗了 被他刺了刀 哇 你看這個戰績標柄 整件事就是冤冤相報 何事了呢 問問問徐榮 你不會輕鬆一點 但我都看到你出汗了 他們打到累 我就怕到累 還有勸勸 怨交最辛苦 怨交很辛苦 還有劇情 我們一邊拍下來 這場開始拍到現在 一邊拍到雞皮不停起 整個劇情很緊張 很迫真 很撕裂 整件事 我都感覺到 看到我聲音都喊就拆掉了 所以整個咬 大家都 你們的聲音怎麼樣 你又喊了很多 對呀 沙沙地 在吵 喊救命 都喝多虛水 但想不到代龍哥 現在的體能 和那隻腳可以踢得很高 我一陣子 我就是想捕捉那個時刻 我一陣子想走來 可不可以直接示範一下 他的腳 很好玩瑜伽 是呀 不用了 不是呀 我一陣子會採訪他 他的腳 他的腳可以放上去 是呀 這樣 那只是假腳來的 不是呀 頓哥 到位了 等等等等 頓哥 頓哥 我終於捕捉到了 甚麼 你那個腿功 很厲害 不是呀 你剛剛拍完打起了 對呀 拉起筋 鬆起來 會舒服一點 我想問你平時是否每天都會這樣拉 還是怎樣的 都算是有的 因為自己又喜歡玩一點瑜伽 自己拉一下 其實舒服很多 那為甚麼可以拉呢 因為以前在新加坡當兵的時候 民工團裏面有教我們跳芭蕾舞 所以那時候是 咦 開到 嘩 自己可以 即你是一字馬的朋友 可以 可以 但問題是一直保持著 代勇哥 跳芭蕾舞很想看 想都想不到 你有沒有擺個芭蕾舞的姿勢 好嬌笑呀 這樣都被你捉到 是呀 會不會再練習 沒有 基本上一般來說 不一定拉得那麼直 我意思是一般來說拉筋 例如踢完球 我喜歡踢球 踢完球我們很多時都是拉鬆 讓那些酸可以解回它 其實是好的 平時有時伸展一下肌肉 即是像貓一樣 是呀 我覺得是非常健康的一個舉止 很多後輩真的很羨慕做不到 我第一個要講到 我也做不到 很快的 拉一聲就可以了 哈哈哈 哈哈哈